Lun Sang 青柚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湖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刷這個邀請活動 你要邀請的對象一定要是新手玩家 就是第一次登錄的 或是回過玩家 就是三十天沒有登錄的 然後如果符合條件的話 他的狀態就會顯示是新手跟回過玩家 然後我現在是非就是 只能邀請別人 對 然後邀請完的話就可以獲得這些獎勵 最多五位 這樣子 然後第一步就是按這個邀請 然後選擇這個編輯器 把這個 連接複製下來 長按左鍵 然後全選複製 OK這樣第一步就完成了 然後打開雷電多開氣 這個 然後按新增模擬器 然後新增一個 然後可以把它名字改成 刷邀請一 備註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按啟動 然後等它跑到大廳這裡 就可以打開我們的 素材包 把兩個檔案拖到剛剛的 甩搖請一的 模擬器這裡 然後等它安裝一下 第一個是 筆記本 然後第二個就是 跑這樣的APK 這樣就不用去 Play商店裡面下載 然後先打開這個筆記本 然後選擇 然後選擇新增筆記 然後 直接把剛剛的 網址貼上 對 然後按 勾勾 這樣就完成了第二步 然後去打開 來 跑漿 等它 下載一下 對按確定 然後下載完 年齡的話隨便選 然後這兩個都一定要同意 然後按確定 允許 好像有一點Lag 然後它就會跑出這個 嗯 Play遊戲這個 你就按返回就好 狂點返回 這樣就不用登錄了 就是 保持使用訪客模式這樣子 然後按 逃出 然後右邊會 右上角會有 嗯 暫停鍵 直接跳過 這都是新手教學而已 跳過 然後劇情也跳過 然後劇情也跳過 然後名字隨便都可以 然後又跑出來嘛 就按返回就好 一樣不用登錄 按Play 的 主線故事 點第一張 然後 劇情也給它跳過 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這樣 再打開 筆記本 整個都跳過 整個都跳過 不用購買 呵 全部都跳過 然後打開剛剛的筆記 就是 網址 然後點擊 網址 點一下就好 然後按 浩漿 打開 然後到主畫面 它應該會顯示 正在請求ID 什麼的 要等它顯示的時候 才是成功喔 欸 Lag嗎 對這個 正在請求對方的ID 可以 跑出這個就是成功了 然後就開回自己的本尊帳號 把聲音調小 這個把它關掉 這樣子就 你看變四位 就是成功剛剛一個 還蠻簡單的對不對 然後這就可以關掉 一定要 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我不要直接把網址 貼到這個 瀏覽器 這樣子 我貼給你看喔 你這樣 直接打開對不對 不要用筆記本的話 它就會跑到商店 很奇怪 所以就一定要下載這個 筆記本 這樣子 就不用去登錄 不用登錄Play商店去下載遊戲 什麼的 那我們就 再刷一次吧 步驟跟剛剛一樣 然後等待期間 你可以去 改一下名字 刷邀請二 這樣比較好辨認 然後一樣等它到大廳之後 欸這叫做桌面 然後去把剛剛下載的 安裝包拖進去 這樣就好了 然後打開這個筆記本 欸不讓我開 然後按新增 然後把剛剛的貼上 剛剛的網址 直接貼上 然後按GoGo 然後直接去桌面 打開 跑漿 把聲音 先關掉好了 讓它下載一下 年齡 然後 的話一樣是 隨便選就好 唉唷我年輕了10歲 剛剛41現在變31 然後他應該又會跑出來了 Play遊戲 然後就按 返回 瘋狂的按返回 我是覺得不用登錄比較好啦 登錄的話他可能會綁進帳號 就會很麻煩 按逃出 然後直接暫停跳過 你如果想要玩這顆新手教學的話 我是不反對啦 然後這也跳過 他名字都好奇怪 這都有返回就好 按主線故事 第一張 然後看劇情就跳過 然後就可以關掉了 然後取剛剛的筆記本 也都把它關掉就好 點剛剛的筆記 點這個網址左鍵一下 等他進去到大廳 就會顯示 正在請求對方的ID 這樣子就是完成了 這樣子就是完成了 好像沒有跳出來 沒關係那保險起見就 加進去是主線故事 的第一張這裡 OK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回到 我們的本尊帳號 重新整理 你看變五位了 這樣全部都刷完 OK 很輕鬆吧 這就是刷牙齊的流程 如果沒有朋友的話 再試試看吧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 訂閱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